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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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金专各国对此很谨慎 他还表示 金专国家是开放的 但吸收新成员需要额外的研究 报道称 金专国家领导人会晤于25日至27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 其间各国领导人签署了约翰内斯堡宣言 此外据奥地利新闻报7月30日报道 与美国的激烈争端 使土耳其进一步向欧洲和俄罗斯靠拢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 土耳其 俄罗斯 德国和法国的政府高级代表 将于9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晤 讨论叙利亚的未来 而美国被排除在外 据媒体报道 埃尔多安还计划9月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而与此同时 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峙升级 报道称 埃尔多安为邀请美国与会 一方面表明美国人在叙利亚冲突中的重要性下降 另一方面 土耳其总统介发起峰会倡议展示 自己与美国不止在叙利亚问题上 存在政治距离 埃尔多安拒绝美国提出在经济上 孤立土耳其邻国伊朗的要求 他说 土耳其将继续进口伊朗天然气 他所计划的德国之行 也同样属于这一外交新定位 报道称 埃尔多安原本希望能与特朗普协商 但美国牧师安德鲁布伦森 被之参与土耳其政变而遭逮捕 令这一努力复之东流 特朗普近来通过推特威胁 如果不释放布伦森 将严密制裁土耳其 上周 在布伦森被拘留 近两年后 土耳其将其改为软禁 但依旧禁止其出境 美国国会要求对北约伙伴土耳其实施 经济制裁的呼声越来越高 报道称 埃尔多安不为所动 他说 我们不会在面临制裁时往后退一步 布伦森争端令美土两国 因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而产生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加大 埃尔多安警告说 美国面临失去强大伙伴土耳其的危险 资料图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新华社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期间的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